你大大爷,你大大爷 那七二十里啊 现在我也不知道在唐厂了 现在也不知道在哪儿呢 那都不好大,这多少年了 你大爷那边有年头了 好十年了 我大爷那多大岁数了 你大爷得九十多了 你大爷得九十多了 你二大爷那个能找 你二大爷那 我大爷和二大都在这边呢 都在那边 哎呀妈,还没起床呢 我家我爸的电话来电话了 结果是 我家那边有一个四大爷 你叫四白 我说四大爷,可能有点整不明白 四白 我一个家族的一个大爷 然后他有个四散三十多年 那个留两个哥哥在这边四散了 结果刚才一问 我那个大大爷 那时候我大白九十多了 我二白好像也八十多了 不知道能不能找着 哎,这可能看我那回 那回我跟我妈找着那个 这不十年五十年的找着了吗 看吧 一个在七七哈尔 一个在嫩江 到时候路过的时候 帮帮找一下吧 什么呀 是不是感觉很神奇 没错 我又回到了初心广场 这也是胖牙车面开的帐篷 昨天晚上大概是 九点多 九点多钟吧 胖牙直播 我今天直播间看一眼 正好发现有个人 说威胁他 说他要打假 说他是假的 要来初心广场 还是找我说真的 那这直播间放下狠话 结果初心广场 还是剩下胖牙自己一个车 没有别车呢 那车是本地的 还没有别人 我昨天晚上联谊 跑了将近六百公里 今天凌晨五点 五点多钟到的墨河 现在几点了 快十点了 十点多了 看着 看着胖牙起的 给我叫醒了 他看着我来了 开始怀疑 我是没错 是我 半老还捡两根木头 捡两根大树木 结果到这也没人来 搬回来了 游钱也不知道有人跟我抱没有 被他叫起来了 我们现在先去吃个早餐 胖牙说 感谢我的大恩大德 无以回报 我说让他以身相许 他说来世做牛做马 我说算了吧 来世也不用了 给我请我吃个早餐 喝个粥吧 我们去喝粥 走 走 到这儿是以身相许 还是来世做牛做马 今天喝碗西饭吧 走吧 来 来 哎呀 吃馄饨 跨牙说 这怎么塌起了 不如一碗不够 我就多吃一碗 吃个早餐 喝了两碗粥 吃了好久 吃了好几个包子 又要个煎鸡蛋 哎 你的路子呢 你不能包肉 这我没说 我没说 没说 这有点掐了不不 他这个片面也证明了吧 这是我没撒谎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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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狼又回来了 必须承认 与韩国的差距离当 咱们也接受三笔牛的结果 哎呀 我去打吧 猫是掉了 吃了我的粮食种了我的地 都给我吐出来 哎呀 狼子啊 哎 啥人来的呢 干净我 哎呀,乖吧,阿脸说有事 我干净了,你吃饭了吗 你好 吃饭嘛 吃了,刚吃的早餐 等会儿我没共打了,你等会儿的 这家感冒了 我跟老赵家当家人说话呢 早上大大 早上大爷好 大爷在拍你呢,赶紧打个招呼 要不白 你跟老赵家当家人说话 妈呀,妈呀 哎呀,他来了 这家伙,甘就呜呜呜 我们回来了 这老些柴火 胖牙准备都带走 胖牙的意思是不准备在这儿纸帐篷了 准备上河边 低音那会儿纸帐篷去 看,这是昨天 昨天晚上我捡的木头 在路边捡的,多好 大松木 这个先咋下不接一种 直接搁车上就行 我们现在先去河边看看地方 先确认地方 看看哪块儿适合支帐篷 然后把那帐篷支到那儿去 再河边支去 找个别人找不着的地方 省得有人骚扰 好 这个 现在车开不到河边 有点欺人的 帐篷没法支 或者没法拿呀 东西有点沉是不是 就是啊 有时候向着向着看哪儿能开车能过来 去年的时候 我们到这儿 直接就能把车开到那个低音那儿去 就是咱们先看看冰箱多厚了 车能不能开上来 不用把车直接开过去 雪桃没在这儿 咱们现在找着看有没有哪条道 能把车开进来 如果能把车开进来 就方便了 哎大联合已经封开了这屋吗 咱们走到那边去 看那边 能不能把车开过来 要是能把车开进来 东西往里拉就方便了 到时候把帐篷也直接上 直接 建个雪屋 然后建完雪屋 跟雪屋里生炉子 直接你不想钓鱼吗 跟雪屋里抠骷髅钓鱼 刚刚我看了一下 那边那个冰动力很厚了 这一尺多厚了 上车 别说上车上堂车都没事了 找条路看能不能把车开过来 直接把车开就开过来 然后 能开车过来 咱就可以把帐篷啥都拉过来 终于全拉过来 咱们搁这冰箱盖个冰屋 盖个雪屋 我要搁这盖个雪屋 这个沙滩上 看见有这个车轮印了 看看它是从哪进来的 咱们顺着这个车车印 出去找一找 看从哪开进来 哎 它是这个叙什么 什么回事 这个泥沙这么软 会陷进去 陷不住 你不走那上 看从哪上就完事了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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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边出去的 这出的叙是往这边 这边应该是有路 现在只要能开到河道里边 就好办 不用走这条路 找到路了 把这边清理清理 清理清理 我们再开出一条路来 这个树枝怕刮车 把这树枝我们都清一清 然后就可以把我的车开下来了 清一清 省着花期 这边小毛毛草会刮车 哎呀好混淆我的狼间墙啊 我的狼间墙到这儿 我都不用啥了 不用给它开到了 直接过了车就给我把刀开了 这块坎太大了 我车也就没来 路差太大了 算了是路别修了 走回去 看那边能不能进 咱自己找路去 和冰箱开过来 走 白开半天路了 给人家开了 养孩子让猫刀去的 哈哈哈哈 看那边自己找条路吧 看看出那边能不能过吧 我的天这烂路 难为我这老爸了 老爸说我是一款SUV城市的 我不是越野车的 你不能拿我当生产队的驴屎 或呢 我吃的不多干活不少 成功了 哈哈哈哈 过来了 没问题了吧 路上好了吧 哎呦 哎呦 你快过来了 对呀 还在这两个 OK了 胖牙现在都成了 出行观察的盯着户了 哈哈哈哈 别人都找 认你谁走的谁走 反正我是不走 账目是 今天我要拆账目了 账目拆掉 然后去河边打账目 把这个炉子先拆掉 哎呀 这放牙天天是柴油手子烧 手子烧的结果 剩这么一堆 还得拉走 哈哈哈 手不扔 其实你扔了这 马上就按肩肘 信不信 就是我才不扔呢 哈哈哈 我帐我收了 你去报财吧 我去收账吧 我帮财 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粗心广场盯着户 哈哈哈 终于搬走了 哈哈哈 哎呀,这个压解的车变成那个山轮了,变成变山轮了, 这样装了一下子,连残余装不下,跟我车还装不少, 这家伙,我俩都成货车了。 人家,我也放胎子。 好了,可以了,可以了,到了那位置,你不能在这石头那儿铺啊, 你看这地方炸味儿的吗,它往下炸的吗,你就去平坤地方,就去平坤地方,就去平坤地方这。 去平坤地方,技术我不用没拉。 在黑之前把帐篷织上了,我鸭姐这堆柴也都拿出来了, 然后,我胖鸭姐姐从那个雏形广场钉字户变成大联合钉字户了。 夕阳夕下。 准夕去买那个分板,再买个那个垫子,那种炕垫。 然后在这准备过日子,这回里边是整脑糊的。 鸭姐说不走了,今天冬天就在这儿了。 不走了,明天把行李箱一猜,天天的车就恢复竖车,就在墨河大电河住了,常住沙家冰。 这就越来越冷了,都说根河冷,墨河一点不比根河差,比那儿还冷呢。 不用你自己来试试吧,你看,你看鸭姐这会儿冬天不行了,我脸疼。 好了,这期到这儿啊。